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啊,最近的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备战市井赛 也是期待呢,能够在四联赛之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在整体的一个市井赛日程逐渐临近之后呢 很多球迷其实也一直关注中国女排这一次整体的大名单 到底是怎么样安排的 后续到底有哪个球员能够进入最终的出征名单呢 而就在最近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呢,有网络上有一些球迷呢 也分享了一份疑似中国女排整体出征的14人大名单 所以接下来呢,想和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网络上盛传的这份名单情况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排的球迷看到这段视频 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此前呢 可能大家一直非常的期待说像吴梦杰啊 这些二队表现非常好的球员,这一次是否能够入选呢 而从目前这次的整体名单来看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还的确呢,出现了吴梦杰的一个身影 首先在主攻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呢 包括李盈盈,王云露,金叶,吴梦杰以及仲慧呢 都入选了这份的名单 那么在副攻方面呢,其中有三个球员入选 分别是袁新月,王元元和杨涵玉 那么郑一新这个世界冠军呢,就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进行在里面了 在二传方面呢,则是凋零宇以及丁霞这个年轻球员和老将的组合了 和此前四连赛的没有变化 在接应方面的话,则是龚翔宇和陈佩妍 在自由人方面呢,则是王梦杰和倪非凡 那么在此前的话,另外一个老将落选了 那么总体而言呢,网络上曝光了一份名单呢,就是这14个球员 那么从这份名单当中,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次啊 啊,蔡兵呢,确确实实是大胆辩证,尤其在主攻方面呢,多带了一些球员 相比较于此前四连赛的话 估计也是希望呢,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火力 另外呢,在复工方面,那么在此前我们稳定的首发阵容是袁新月和王元元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只带上了三个球员 那么其中有一个世界冠军呢,是被放弃了 最后呢,在自由人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悬念 在此前临时入选的王梦杰呢,这一次是出现在了最终的出称名单当中 那么此前蔡兵已经给出解释啊,王梦杰能够入选最终集训的名单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整体的一个经验比较丰富 也曾经跟随郎平参加过很多的比赛 所以他做一个老将,其实现在状态不错 能够给我们这边呢,提供很多的一些支持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王梦杰出现在这份名单呢 其实也并不奇怪了 目前来看呢,如果说按照这份名单去出称的话 中国女排接下来呢,实力应该还是有的 尤其在主攻方面呢,应该能够相比此前四联赛得到更多的一个保证 当然说到这里,最后有一点呢,我们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这份名单目前来看呢,也只是网络上传出的一份名单而已 没有经过中国女排官方任何的一个证实 所以对于我们球迷而言呢,关于这一点的话也可以啊 也必须呢,要认真了解一下 只是当做一个消息来详细啊,这个猜想一下就行了 最终到底中国女排要派出哪一些球员去出称这一次的市井赛 以及我们哪一些球员又会落选呢 我们最终还是要以中国女排在出发之前 官宣的大名单为准 最终不管整体的一个阵容如何变化呢 我们最终只有一个希望和期待 就是希望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市井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不一定要求说他们一定要拿到冠军 但是起码呢,我们带着这帮队员 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不要因为心理压力太大或者说包袱太大了 束手束脚重演去年奥运会的悲剧的话 那就太不值得了 希望每一个球员都能够绽放了自己的魅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